欢迎来到雄义讲头资质通鉴第二季 这一讲我们进入周慎晋王三年 资质通鉴简略记载了两件大事 一是楚 赵 魏 韩 燕五大强国联合伐秦 进攻韩古关 却被秦国打败了 灰溜溜各回各家 二是宋国国君竟然称王了 五国伐秦事件一重大 标志着合纵事业上了一个台阶 山东诸侯终于联合起来 主动向秦国出击了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呢 这么大的一件事 怎么发生的这么突然呢 如果说这是苏秦在川真引线 那苏秦不是去了齐国吗 如果苏秦是合纵主持人 又在齐国的话 那为什么联军在伐秦的时候 山东六国当中 偏偏只有齐国缺席呢 张一不是正在卫国担任总理吗 怎么可能由着卫国也参与了伐秦联军呢 处处透着蹊跷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把时间稍微向前追溯两年 看看辞职通鉴漏掉了哪些不可或缺的事情 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卫会王的葬礼 战国策有记载说 快到卫会王下葬的时间了 但卫国一直在下大雪 积雪很深 如果还想如期下葬的话 就只能临时修出一条战道 大概就像今天城市里的高架桥 让灵修一路走高架桥到达下葬地点 这个技术难度是非常高的 当时卫乡王还没有正式继位 只是太子身份 群臣都来劝他 说这样的话实在劳民伤财 劳民呢容易激发民怨 伤财能伤出政府赤字 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不如啊换个日子 等继续消了再安排下葬 但太子怎么都不肯同意 说如果因为这一点困难 就耽搁先王的葬礼 自己哪里还配为仁慈呢 这种不义的事情 自己是怎么都不肯的 谁都不要废话了 群臣也是很着急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太子一意孤行 把魏国推向火坑吧 但是谁啊也都不敢再劝 只好去找公孙岩讨注意 公孙岩说呢 其实啊我也没有辙 这件事呢恐怕只有惠子能办 这位惠子就是魏国的前任总理 惠师被张义赶跑的那位 惠师呢就这样被请出来了 毕竟有个先王老臣的身份 大老远呢赶来开导太子 太子呢总也不好拒绝吧 惠师很博学 有话呢不知说 而是给太子讲了一段 周文王葬妇的往事 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周文王的父亲 纪律此后呢被埋在楚山脚下 没想到这个水呀 把墓地泡了 棺材呢露出来了一劫 周文王说 哎呀 先君一定是很想见见他的群臣和百姓了 所以才让水土流失 把棺材露出地面呀 于是周文王把父亲的棺材刨了出来 安置在一个专门的帐篷里边 供大家参拜 三天之后呢 再另行安葬 惠师说道 你看这就是周文王的大义 可是看看太子你呢 定好了下葬的时间 就算天降大雪也不肯延弃 这也太记后后了吧 这些天里 大雪呢 之所以下个不停 一定是先王啊 想要多留几天来安定设计 抚慰百姓 你如果不肯延弃的话 难道是以效法伟大的周文王为耻吗 这一番话 置地又剩 太子啊 马上同意延弃 在这件事上很有几个男人寻味的地方 先谈一个和主题关系不大 但影响力波及至今的 那就是 惠师讲的周文王藏妇的故事 也许仅仅是一个故事 但故事背后的真实性是 华夏一直都有土藏传统 但土藏呢 难免会有水土流失 沧海桑田的风险 不管你有怎样的身份 地位 怎样对墓地精挑细选 这种风险在很大概率上都会存在 于是挑选一块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目的 就变成了一门很有市场的高级学问 这门学问就是直到今天还在流行的风水学 所以风水学原本和个人运势 家宅平安 子孙富贵这些项目 没有半点关系 如果仅仅从学科本身的发展逻辑来看 风水学貌似可以发展成地质科学 但并没有 风水师的水平高低 原本存在便于检验的客观标准 比如下葬几十年后 目的是不是依然牢固 完好 但也并没有 风水学的内容不断丰富起来 重要的是 不但学术目标变了 检验标准也不复存在了 会师给魏国太子讲的这个故事 虽然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 堪称典范 但如果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 就纯属祸悉尼了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风水学还将变得越来越会 祸悉尼 比如换了风水 家宅依旧不平安 能怪风水师没水平吗 当然不能 因为风水师可以给出无数种解释 怎么都能把话说圆 就算实在是说不圆 也没有关系 就算打脸的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 也不要紧 只要人们愿意相信 信念就能发挥强大的威力 明朝的皇城建设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它显然得到了最高级别的风水规划 但从明初到明亡 先后经历了大小47场火灾 其中有14次是雷电造成的 按说皇家级别的风水规划 既然屡遭天打雷劈 肯定没人再信这一套了 但是并没有 风水学照旧是一门大学问 大生意 而我们要想理解这些神秘的学问 最便捷的方法 就是采取历史学的方法 素本求援 把学科发展脉络 梳理清楚 很多难题呢 也就不带解而自解了 话说回来 回到周文盲藏富的事情上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周文盲对于突发性危机的处理 是在既得体 哎又及时 足以被写进危机管理的教科书作为典范 但严格来说 如果拿这件事来劝导太子 道理并不很能说通 太子真想反驳的话 完全可以说 我觉得这场大学 确实有可能是先王意志的体现 他老人家知道 我临危受命 时局多尖 所以用了这个方法来考验 我和魏国所有臣民的斗志 要我们不畏奸血 因难而上 反正都是死无对证的事情 任何一个自然现象 都可以拿来作证 任何观点 那么太子为什么这一回 就不再固执了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 有必要要导回去看一下 看看太子 为什么一开始 就表现了那么固执 难道他就不知道自己刚一接班 绝对不宜搞得劳民伤财 天怒人怨吗 所以更有可能的是 太子啊 其实也想顺应名义 只不过呢 在这种当口 必须装扮一下自己 孝子形象 可不能刚有人劝 就马上点头 在双方僵持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群臣与其说是在想办法 不如说再给太子设计台阶 而太子呢 也在等着一个合适的台阶 最后 公孙衍之所以搬出会师 未必啊 真是因为会师脑子活络 学识渊博 而是因为会师 作为前任老总理 先王已重的老臣 给太子当台阶啊 再合适不过 太子呢 拗不过会师老伯伯 这对太子而言 既不丢脸 也不减损孝子的形象 反而呢 是个加分箱 这就意味着 无论会师讲出来的道理 有没有说服力 只要人到了 话到了 太子啊 也就戒破下鱼了 而同样的 甚至更有说服力的一番话 如果说话的人 换作了公孙衍 或者任何一个资历和威望 都不够高的臣子来讲 太子的标准反应 还是摇头 在权力场上 这种事情往往都是 所有当事人在 心照不宣之下的 精湛表演 历朝历代 还会不断上演 当我们看过了太子 公孙衍和会师的表演 你有没有发现 在魏国这场 雪天下葬的事件里 少了一个重要人物呢 嗯 张仪 张仪去哪了 让我们稍微做一点 前情回顾 不久之前 张仪离开秦国 到魏国就任总理 同时还摇领着 秦国总理的差事 为了在魏国站稳脚跟 张仪不但要跟 公孙衍 陈枕斗 还要跟会师斗 终于把会师赶出了魏国 张仪推行连横策略 促进了魏国和秦国结盟 然后呢 拉拢韩国 一道对付齐国和楚国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在魏惠王下葬的 这件事上 魏国群臣 都找公孙衍 而不是去找张仪拿主意呢 大家最后又把会师请了回来 怎么里里外外 完全没有张仪什么事呢 显然 魏国的权力结构 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 张仪 已经不在魏国的权力核心了 那么可想而知的是 连横策略应该也随着张仪的步伐 人走插凉了 而公孙衍会是这两位合纵派的首脑 自然会把魏国重新引上合纵路线 这才会有 勿国伐旗的大事发生 那么到底发生了怎样的重大变故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下一讲再谈